大家好,这一期节目就用不长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使用人工智能的工具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ChatGPT,当然还有其他的工具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ChatGPT 我们怎么样使用人工智能的工具来帮我们完成一些简单的工作 尤其是中国的体制内单位的一些工作 对于体制内的那些特别简单的,根本不需要动脑 但是却又让人收藏瓜度都搞不出来特别烦人的那些工作做 我们用人工智能可以非常容易的就可以完成 比如说我们这里看,请帮我生成一篇学习报告 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问题ChatGPT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了,我们的问题非常的简单 只说学习心得,那么它也就只能完成到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就换一种问法 这个时候我们来问,请帮我生成一篇 你想要学习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哦,你想要学习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在很多单位都经常要写的 大家都不想写啊,都上网去搜 最后大家内容都一样 万一有人来检查,内容都一样 你也过不了关,还得重写,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让他来写 好,问的不对,因为他可能还停留在刚才那个问题上 因为又有点像人一样 你刚才问的问题也会成为他以后输出答案的参考吧 这时候我们重新问,这个问题就更加的具体了 他就知道我们到底问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他的答案非常非常的模式化 都是这些车咕噜化,极端论 当然我们要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体制内绝大多数的文字材料 其实都是这些东西 车咕噜化,完全不需要用到智商 只需要我们记得多少就能写多少 那么在这个方面 人工智能是远高于我们的 因为他的记忆力是无限的 我们要知道就是ChatGPT在输出的时候 他是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好像已经超过他时间限制了 这个文章就戛然而止 我们只需要打请继续就可以了 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就完全就接续下来了 但是最后好像说的不太对啊 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我是一个什么人 所以他说作为一名普通学生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换一下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我们再来细化一下 是关于什么的 关于军事的多少个字 500字左右 忘了再叙述一下我的身份 所以说他还是普通学生啊 我们把这个问题复制一下 然后呢在后面再补充一下我的身份 我需要一个国有企业员工的身份 好,你看他就出来了 作为一名国有企业员工 但是这个内容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 他写的还是比较宽泛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在刚才的问题里面 我们就可以更加具体的打给他 比如说我是一个关于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啊 我是一个能源企业啊 总之你是什么企业 你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告诉他 告诉他以后 他就把他记得的那些车轱轱化 跟你的工作 你的职业结合起来 这时候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啊 就是请帮我生成一篇谈心谈话记录 我们看如果我们就这样简单的 我们还是得告诉他党支部名称 那么我们就说金海市 瞎编一个 金海市 滨海区 博兹集团 开发建设部 党支部 党支部书记的名字叫 党支部副书记的名字 那么还有其他的党员 项羽 萧和 那么谈心谈话呢 主要我们知道是党支部书记 对党员来谈话 所以我们就告诉他 是党支部书记对每个党员谈话 然后每个党员 要分别表态 我们看到他还是蛮会讲话的 说了半天 等于什么都没说 但是呢 又说了很多个字 非常符合体制内的需要 再细化一下 因为他说的还是比较宽泛 那我们就把这个再具体一点 这次谈一谈话到底要谈什么东西 谈话的内容 侧重于我们的工作 那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近海市 滨海区 国资集团 国有资产 运营工作 好我们来看他正在输出一个 什么样的答案 这个地方就来了 他就非常契合我们的 给他提的工作要求了 你看他说的 资产评估投资决策 资产运营过程中会出现不合理形象 需要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督和审计工作 还要注重政治建设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那我们就不等他最后了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问了这几个问题 我们是从简单到详细 最后呢 非常的详细 那么我们问的问题越是详细 ChatGPT人工智能就越能够给我们 接近我们需求的一个答案 因此呢 让他来辅助我们的工作 所以他问的问题比较详细一些 把我们的需求详细的告诉他 因为他已经是一种自然语言的人际交流了 不需要我们把我们的问题 转化为什么代码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问题转化为他能听得懂的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